在法拉盛的缅街,几乎所有的商店、餐馆都拉上了闸门。 新世界商城的大门钉上了木板,与对面仍然开门的外卖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缅街可能比较少了,对,缅街就是有一些大的餐馆他们就休息了,对,因为他们叫师傅嘛。 现在仍然开门的超市,剩下长江超市和德昌肉食公司。 长江超市也采取了拉上半边铁闸,排队的民众遵守保持六尺的社交距离。 受访民众介绍,不到淡季粮绝都不会出门买菜。 我们正好路过,要不家里要吃馒头什么都没有了。 你们今天都买了什么? 我买了馒头跟鸭子,这馒头可以吃好几天的,起码一礼拜不用出来了。 外卖快递员介绍,自己身上的防疫装备都是公司给的。 外卖订单比疫情之前有多吗? 杨先生说结果相反。 不是,现在少,为什么现在这个餐馆都关门了,对不对,关的太多了。 蜂窝外送董事长陈明伟表示,即使疫情过去,造成的影响仍会持续, 估计大约30%的中餐馆将会永远停业。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,韩瑞,纽约报道。 新唐人记者柯丁延,明伟记者柯丁廷,明众,明伟掌理好处理。 旨人记者柯丁廷。